嗨,大家好,我是Amy 虾青树五化石研究证明 已存世海洋一亿余年的三文鱼、鲑鱼 每次传染时都要逆流几千公里 回流到骨河流中 如此轻里迢迢是什么赋予它们 远远不断的巨大的内力和能量呢 带着三文鱼的震撼与启发 1938年科学家首次有英国化学家理查德·库恩 和德国化学家保罗克尔 从龙虾中分离出来 发现了这种红色的色素 并将其命名为虾青树 从龙虾中首次分离出来的一种超强的 天然包外抗氧化剂 无独有耳 早在19世纪 法国探险家在加拿大极寒地带 生物几乎绝迹的布拉多尔湖发现 居然存在着一种红色的小虫子 又是什么在如此恶力环境中得以存活的呢 1996年瑞典营养中心提示了一个神奇的奥秘 龙虾海洋中的山文鱼 布拉多尔湖的极地生命 它们体内都含有同一种物质 虾青树 让这些海洋生物拥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体能 正是这个虾青树打开了本世纪 人类抗衰老 抗氧化 健康长寿之能 科学家又发现 除了甲壳类动物 虾青树还存在于一些藻类和鱼类中 尤其是山文鱼 林虾和红尊鱼中 虾青树呢 被发现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特性 这使其在健康和营养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虾青树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树 具有多种健康功效 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功效 第一 虾青树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能够综合自由基 减少氧化对细胞的损害 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和预防慢性疾病 二 抗氧作用 虾青树具有显著的抗氧特性 可以帮助减轻炎症相关疾病的症状 如关节炎和其他慢性炎症 三 虾青树能够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帮助身体更好的抵御感染和疾病 四 保护心血管健康 虾青树有助于改善血脂水平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LDL胆骨醇 并保护动脉免受氧化的损伤 进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五 改善皮肤健康 由于其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 虾青树可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 减少皱纹和老年般的形成 并改善皮肤弹性和保湿度 六 保护眼睛健康 虾青树有助于减缓眼睛的氧化 损伤和炎症预防与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 眼部疾病等等 七 提高运动表现和耐力 一些研究表明 虾青树可以减少运动引起的肌肉损伤和疲劳 从而提高运动表现和耐力 总之虾青树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以下是一些常见含有虾青树的食物 及其每百克含量的大致参考数据 第一 山文鱼 每百克山文鱼中虾青树含量大约为0.5到1毫克 第二 零虾 尤其是南极零虾 是虾青树的丰富来源 每百克含量约为1到1.5毫克 龙虾 龙虾的虾青树含量每百克约为0.1到0.2毫克 鲑鱼 虾青树含量每百克大约在3到5毫克 五 虾青树是虾青树最丰富来源 每百克虾青树粉末含虾青树约为2.5克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数据为大致参考值 具体含量可能因物种 养殖方式和环境的因素有所差异 有人问鱼油和磷虾油有何区别 磷虾油就是鱼油的升级版 有人认为磷虾油是虾青树和卵磷子的合体 不是的 磷虾油就是南极的磷虾体面出来的 含有Omega-3和磷酸 跟鱼油比较相似的 含有少量虾青树的磷虾油 好 今天的视频关于虾青树的健康养生节目 就分享到这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下期预告 如何在烹饪中更好的保护三文鱼中 丰富的Omega-3虾青树 如何挑选三文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